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NYE 今天為大家來講解的是S3賽季的宇宙槍正確運營方式 那其實不只是宇宙槍可以用這樣的方法運營 也可以玩別的套路 同樣可以靠這部影片的方式然後去用運營的套路 還有6奧德賽也就是6反叛軍 6精英計劃也就是6改造人軍團 那也可以選擇去玩好運姐的武鬥槍 這幾套都是可以用這個運營方法去玩的 沒錯也就是速發的運營方法 之所以這幾套都要這樣玩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非常吃5費牌有沒有進來 所以有沒有5費卡進來的話對他們影響很大 那因為這版本前期扣血非常少 所以寧願前期多輸一點那多存一點錢 讓自己到最快的時間上8的然後去找牌 也不要說在前期花沒意的錢去亂花 那當然還是會根據你的進牌去決定你比較偏向於玩哪一套 如果你今天宇宙海賊進得很多像是達瑞斯 葛雷夫這兩張牌進得非常多的話 就會比較推薦走海盜宇宙槍 那如果說你前期可能像亞術索納瘋狂進來 那這時候就會建議你玩反叛軍會比較強一點 那當然如果說前期你是連勝的就像上部影片一樣 精英計畫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不過如果你玩海盜槍的話會建議你盡量不要去做轉陣 就是如果你還能蹲的話就繼續蹲下去 因為成長起來的海盜槍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陣容 那順風局我就不放了 因為順風局的海盜槍基本上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就是前期優勢中期進海盜 那開始農裝備後期繼續優勢然後遊戲結束 所以這盤會給大家看到的是前期連敗的海盜槍喔 由於這版本的錢很少 所以在錢這麼少的情況下你想要數八 那就意味著你是不能夠D任何一次牌的 你玩這三套陣容我會建議各位 前期是贏是輸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版本前期你就算10連敗 也會比S2的時候多個20連血 雖然在後期20連血並不能算什麼 可是這20連血就會給你很好的運營空間 當我一旦感覺到我不會贏的時候 我就會選擇在前期以後利息為第一優先條件 那不用特別的花錢去做止血連敗的動作 要輸就輸反正我連敗賺的錢還比較多 那這樣子的運營方式有好有壞 跟一些機甲特攻流或者是時間執法者流轉G的這種運營方法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這些陣容並不像這幾套後期這麼的強 這幾套都是屬於後期如果可以成型 那是可以很完美的止血甚至去吃雞的陣容 那可是你像那幾套陣容呢 他們的時間曲線到了第五章節之後就會自動下降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好不容易才在第五章把你這套陣容給蹲出來 但你的時間點強勢已經過了 你血量又不多 你一定會很早就下課 那另外幾套運營方式我會在後續的教學中給大家去一一講解 原則上時間執法者機甲特攻算是一套運營方式 那S2還有一些特別的毒狗 S2的毒狗跟以往的毒狗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首先是一塊錢的毒狗因為不那麼的強也沒有那麼多的羈絆 外加一塊錢的毒狗說認真的在前期沒那麼多錢去賭 所以現在S2的毒狗一律是賭兩費卡為主的陣容 那常看到的有賭星界有賭女武神牙樹劍 然後有賭一些別的重裝戰士等等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會在往後的教學給大家來做講解 好了那我們先不講這些別期的內容 那這些別期的內容大家請鎖定以後頻道 記得點個訂閱記得關注一下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宇宙槍的部分 由於呢這盤是屬於一個比較逆風的情況 所以這邊看起來是比較慘的 那大家如果平常在玩宇宙槍想要玩的舒服一點的話 我會推薦大家最好是在前期有進葛雷夫 還有進達瑞斯 這兩張牌前期都比較質量高弧的情況下 再去玩宇宙槍會比較好一點 原因是因為達瑞斯跟葛雷夫這兩張牌 如果前期有弧的情況下 達瑞斯二星基本上前期不太會掉血 如果你有給他裝備的話 那他可以跟葛雷夫好好的去配合這個宇宙海賊的效果 在前期不斷的利用他們的斬殺特效 去做擊殺對手 然後去觸發海盜這個跳前的特效 在前期就會非常的強 那這盤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因為我這裡並沒有很多適合達瑞斯的防裝 達瑞斯的話我會推薦大家拿愛歐尼亞星火 然後做個守護天使加號戰 在前期會特別猛 愛歐尼亞星火這個版本在任何陣容都是可以做使用的 原因是因為愛歐尼亞星火會給你一個非常強力的破魔防效果 那這個破魔防效果呢 會使得達瑞斯還有一些別的英雄在放技能的時候 會打他變得更痛 而且星火本身就不爛 那個可以用魔條去炸人 S2有很多的魔條都是偏長的 所以這星火就會特別強 那中期有傑西記得要抓沒有也沒差 那反正前期就是不管你怎麼樣 就是以你的經濟作為第一優先考量 然後再想其他的事情 這是比較正常的運營思路 那可以看到的是這把我雖然是六連敗 但是我的血量並沒有像S2掉這麼誇張 S2這個時候應該已經剩下50多點血了 那這是慘一點的 40多點血也有可能 那我有實測過一盤積分 我前期十連敗 那是剛好差不多比S2真的多20連血左右 所以運營的空間會變得比較充裕一點 然後由於這盤 我的達瑞斯看起來沒有給裝的情況下 是不太好剁出來的 所以我這裡先選擇掛40間直發者 40間直發者也是一個比較好的過渡陣容 之前有人問我說S2有哪些比較好的前期牌 我這裡可以給大家推薦幾個 首先是三精英計畫各給一件閃裝 這個一定強不用多講 然後或者是兩武鬥家配時間直發者 這個也不錯 然後或者是40間直發者 每個人都攻速會提高 這個也挺強的 新神加護盾大師 在前期質量好的時候也很噁心 其實這版本的話 比較會偏向於看質量 除了三精英計畫算是特地獨行的牆以外 那都是以看質量為主 先放質量高的牌 然後先堆上去再說 那再去根據這張牌去做羈絆的延伸 會是比較好的一個效果 如果沒有的話也別強臭就算了 因為說認真的 這版本的話 前期我們是可以一直輸也沒差的 總歸一句還是經濟重要 那你只要感覺你自己贏不了的時候 就可以乾脆輸一輸了 然後這個版本的話 我個人認為防裝是變強了 因為你像是一些防裝的效果其實都比以前還大不少 所以這版本我拿裝 除非我是玩一些比較前期的陣容 或者很需要輸出裝去養的 像是禁這種的 不然我會偏向於防裝去拿 然後剩下的雜裝再去做輸出 再給我想要養的對象 最典型的例子是 在玩精英計畫的時候 我一定會先拿防裝 為什麼先拿防裝 是因為我要拿一些廢裝去給 比較不同的人去做使用 好比我可能會給雷歐娜一個虛空之門 給菲歐拉一個西風匕首 然後再給個什麼好戰者 雷歐娜什麼之類的 反正前期有什麼廢裝 給什麼就對了 總而言之 這版本不是這麼的像以前一樣吃裝備了 裝備還是挺重要的 可是不會這麼的誇張 畢竟當你在玩海盜槍的時候 你連裝備都可以打出來了 你也不是這麼care的那個裝備 到底能不能拿你想要的呢 好那這裡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前期經過了一連串的連敗 然後還有各種被毆打之後 這裡來到了四隻一了 那可以看到我們是倒數第二名有51血 墊底的是49滴血 其實我們已經這盤輸得非常多了 但是都還有51滴血 就可以說明了這版本確實 扣血的情況是沒這麼嚴重的 那不要問我為什麼這裡一滴 就直接滴到了四海盜 如果這裡沒有滴到四海盜的話 我會選擇繼續滴 然後去選擇把槍給滴出來 那這邊既然滴到四海盜了 其實就可以觀察情況 稍微消停一點 看要不要繼續滴 如果覺得情況允許就可能考慮停手了 然後讓海盜慢慢發育去做跳潛的動作 沒有滴到四海盜的情況下 可以先掛四時間或者四槍 這樣子會輸的比較少 那因為這裡的話其實血量就不是特別多了 所以要盡量少輸一點 那這裡可以看到喔 因為我們這邊是看到我們又輸了 所以就知道了 我們這裡還不夠強 觀測了一波以後 我們這裡決定繼續再滴一波大的 等到滴出了四槍再做停手 然後這裡滴出四槍之後 我們跟勝做對話 那這裡這一次感覺應該不會再輸了 所以這次又選擇停手 那再存一下 看這個效果怎麼樣 但是這裡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對手非常不給面子 那是又一次的把我們給打死了 所以既然發現不能止血 那只好再滴一波 之主也不過一波滴桿的原因 是因為一波滴桿其實我們也可以滴得很快 但是問題是這裡一波滴桿的意義不是很大 你滴桿了你滴不到 然後而且力氣會少 我們的宇宙槍的組成還是比較偏貴的 那這麼貴的情況下 你這裡滴桿了 然後組的東西也是挺廢的 所以不如乾脆慢慢來 不過這幾輪已經滴出了一個大概的樣子 而且這幾輪透過船長的加成 已經幫我們偷到了一些裝備 在玩宇宙海盜槍的時候 你盡量不要像這盤一樣 是有船長之後才開始能夠偷錢偷裝的 那盡量在前中期 最好傑西跟達瑞斯就有一個比較高的質量 跟有一個比較好的裝備 這種局在玩海盜槍會比較好 那我也必須講這盤的話算是沒有這麼的好 但這盤的確還是比較偏逆風的 那這樣我們逆風的局 依然可以靠海盜槍去慢慢的打發育 發育起來 所以可以證明了這個海盜槍 確實是在T1的一個陣容單位內 然後就是這個海盜槍在後期的時候 一定要讓你的好運姐跟你的船長 去做升級裝備 這兩個角色有沒有升級到裝備 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有沒有升級會差非常的多 大家一定要讓他盡量去做升級 很多時候你沒有升級的話 決賽圈幹部贏的人 不是因為你玉米方法有問題 也不是因為你裝備給錯了 而是因為他就是沒辦法拿到這個 裝備的效果 所以才會導致他們打不贏 那這邊在打出了宇宙海盜之後 又蹲了幾乎一整個第四章節 這邊基本上已經快要暴斃了 不過沒有關係喔 我們的第四章節的這個 蹲的情況 幫助了我們在後期已經有很好的提升跟寶藏了 我們的裝備已經比別人至少多三件 那等等再打完野怪的話就會有更多的裝備 所以我們的裝備上會有很好的壓制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來的 就是這版本呢 我們雖然這裡一直輸 但是我們的血量也沒有出真的非常的殘 還是可以接受的 畢竟大家自己想一下 第四章節的全輸 外加前面有一個六連敗 然後又不是連勝 這種情況下我們居然都還沒有暴斃 這也就是說明了S3在這個前期的扣血真的是非常的慢 所以有這樣子非常慢的扣血機制的話 我們可以大膽放手的去蹲 這種蹲的話也很難把自己蹲死 那蹲的越低跳的就越高 這版大家後面就可以看到我們怎麼跳起來的了 那未來會再給大家帶來不一樣的陣容解說 我是NYE 我們大家下期再見 這個傷心 我們不會有個高級法 我們會不會有空 它們會不會有空 觸心 audio 我們下 Aph sacrifices 這麼多遠 天 jar 甚至ψ��들的 我們見為有價onic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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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